兩名族人已經用力 但操縱落石也才淺淺翻了個身 走了十幾二十年的步道 被地震毀了 回家的路啊 樹枝當登山障用繩索方便爬坡 花蓮大同大理部落 族人踏在崩落巨石上 徒手清理步道要回家 將近二十個人一起 利用兩天的時間已經完成了 因為現在的話就是路面 就是有大的石頭 我們都把它移開 所以比較大的地方就是有攤方 山頭望過去原本都是綠樹 但現在被震得東突一塊西突一塊 大同大理部落在強震後 唯一連外道路崩塌嚴重 目前族人徒手清理大同大理步道 不過有些路面被巨石擋住 因此另闢一條道路要繼續往上 絕大部分領導攤方嚴重 得依賴大型機械幫忙 山上的東西還是很可惜 能夠人力背多少算多少能力的範圍之內 就把一些農作物可以用人力背下來 兩隻小狗狗作伴 族人背著重物滿身大汗 但腳步都沒停下來 徒手自救回家的路雖然累 但原住民朋友樂觀用歌聲調劑苦中作樂 三星文旅園聯邦寶 花蓮報導 三星文旅園聯邦寶 花蓮報導 三星文旅園聯邦寶 花蓮報導 三星文旅園聯邦寶寶 litroben 谢谢大家